男人称自己是活了上万年的学居人 与范高称兄道友 随意放置范高的真迹 甚至说吸血鬼以及耶稣的原型就是自己 自从长到三十岁后 男人的容貌就不再变化 只要他每过十年 周围的人注意到他不会变老 就决定迁徙一次 换一个身份重新来过 可以说男人的基因已经布满全球 这天他准备向自己哈佛的好友兼同事们离别 朋友们都不是很理解 纷纷前来送行 为什么任教十年 即将胜利史系教授的约翰要决定离职 朋友们希望约翰不要瞒着大家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可以让大家一起想办法来解决 约翰只好谎称自己有幽居症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远走他乡 然而老夫人这时却笑着说 约翰这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史系里的女同事们都羡慕不已 还想询问他有什么保养的秘方 一旁的同事山迪 又发现了屋里打猎的弓箭 然而约翰则说自己是随便拿他来猎路完 老黑却认为这样弓箭 就连专业猎手都很难射道路 约翰一介书生居然有这般能力 眼看气氛有点尴尬 约翰取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葡萄酒 让朋友们享用 场面瞬间回暖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作为人类学家的老黑 注意到房里陈列的一块 来自旧式气时代的鹦鹉会状赞刀 一旁的考古学家同事 也接过来细细端向了一下 发现这的确是真东西 质疑约翰是从哪搞来的 约翰只得随口一说 从听兮兮九块九桃来的 显然这么明显的胡扯 一片刻后 向同事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自己已经活了一万四千多年 从旧式气时代一直到如今的现代 刚开始同事们还以为 这是约翰科幻小说中的设定 纷纷就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知识 对约翰建言献策 认为这个人的知识储量一定非常惊人 可以完美融入不同的社会 并且拥有极致的细胞再生功能 看起来会非常年轻 正如约翰这样 约翰听到这里 也顺势而为 说自己便是这样长生不老的人 活到三十岁就不再变老 在他的第一个身份中 自己是一个部落的酋长 被成员们视为神灵 但时间慢慢过去 一种质疑声也开始蔓延 成员们认为是约翰吸取了他们的生命 于是就赶走了他 这样的遭遇让约翰开始有了周期性迁徙的习惯 不断地融入新的团体 十年之后再离开 约翰不断描绘着史前大陆的样貌 考古学家则反驳道 那是教科书上都写着的内容 然而约翰却十分肯定 这就是自己的现实回忆 随后约翰又向众人透露 自己车上的仿座正是范高的真迹 并且自己当时是一个农场主 与范高经常就艺术展开讨论 范高则留下了自己的一幅画 来纪念彼此的友情 但时空的尺度跨越得实在太大 约翰表示自己已经无法回忆起家的地方 现实中的新事物不断充斥着自己的眼睛 自己有时会过于留恋一个地方 会替换身份 甚至假装自己的儿子 但长辞以往却容易露险 所以只好周期性迁徙 众人又质问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告诉他们 约翰之事说 这次希望以一个真实的自我来告别大家 这样的回答 众人显然还是无法相信 甚至怀疑约翰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打电话准备叫一个心理医生过来 来到屋外 约翰被女同事桑迪表达了心意 虽然约翰也对如此之性的桑迪充满好感 但不忍心看着妻子与孩子 在自己面前渐渐老去 可桑迪却不以为然 认为爱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场合 来到屋内 同事们依然想继续听约翰讲故事 约翰也提前说明 自己那种宏大的故事框架 大多数都是学习得来的 如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话 则是一种孤立视角 他那时希望温度可以暖和一点 就开始朝着太阳的方向出发 大概是青铜时代 约翰就沿着东方的贸易路线 到一个地方 就学习当地的语言 创造当地的神话 他当过2000年的苏美尔人 当过巴比伦人 也做过菲尼基人 直到自己抵达印度 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一起交流学习 众人觉得约翰的讲述 实在太过离奇 而且按他的说法 自己的经历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为什么还将这些告诉他们 约翰表示 即使你们在外面大肆宣传 也不会有一个人相信这一切 就在这时 医生驾车赶到 简单的亲切问候后 医生询问在这么长的生命历程里 约翰是否有生过什么病 他说自己只得过一两次肺炎 但越靠近现代 自己却患过伤寒 黄热病添花 甚至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 但自己的身上根本不会留下疤痕 所以无法向众人证实 紧接着 约翰又开始谈论起 自己的十个博士学位 包括现场同事们的各个专业 总跨度有170年 但即使是这样 约翰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全知全能 可以遇见未来的人 他所拥有的只是无穷尽的时间 但他却被当下的时代所牵制 无法超越当前时代知识的限制 慈善机构的出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约翰早已联系好他们 将自己的不动产捐出去 医生也开始对约翰好奇 讨论起他对生死的看法 约翰却非常淡然地说 谁人不忌惮死亡 甚至在刚开始的一段时光里 自己一度认为是别人身体出了问题 直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 才确信出问题的是自己 但自己始终又无法脱离人类社会 无法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连接 他不断地结婚生子 又离他们而去 这虽然难以割舍 但自己必须得这么做 说到这里 医生表示与自己那狠心的父亲一样 认为约翰拥有如此美妙的能力 说出来只会让他人羡慕 甚至掏出手枪就指向约翰 这一下子识经到众人 面对着医生言语上的挑衅 约翰面不改色 知道自己的威慑没有丝毫用处 医生也放下了手枪转身离去 这时才从他人的口中得知 医生的妻子昨天才患病去世 所以刚才才会问一系列那样的问题 乃至做出如此的举动 约翰知道后也赶忙出去向医生道歉 并拿走手枪防止医生想不开 没想到的是 结果手枪一看 里面却没有一颗子弹 这也让约翰放下心来 回来后 众人依然被约翰的故事给吸引 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约翰说到自己在17世纪遇到了 一个可能和自己一样的人 他们相谈甚欢 聊了两天两夜 对方的内容几乎毫无漏洞 但自己依然不能确信 直到200年后 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车站 遇到了一个和他很像的人 可惜的是 自己并没有跟上他 随后约翰又表示 自己并不信这个世界上已知的宗教 直到询问约翰是否认识宗教历史上哪个人物时 众人才得知一个巨大的真相 约翰居然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 随着约翰对于圣经中人物的不断结构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老妇人 也快要坐不住了 这些话哪怕不是真的 也都是对上帝的亵渎 可约翰依然滔滔不绝阐述自己的经历 自从遇到佛陀之后 就希望如他那样 将思想带到古罗马中 但好战的古罗马人却是他为阻碍 将其四肢钉死在十字架上 索性约翰在印度和西藏学过纸腾法 追随者们误以为约翰没了呼吸 就将他放置在山洞中 直到七日之后 约翰复活 信徒们纷纷以为神迹出现 自此以后 上帝众生的故事则广为流传 只不过上帝的形象却被世人所误解 牧师们通过天堂与地狱来贩卖焦虑 收割一波又一波的信徒 老夫人被这一段段大逆不道的话所震惊 但现实中宗教历史中的漏洞 又使得他无法反驳约翰刚才所说的一切 这是屋外传来汽车轰鸣的声音 冷静下来后的医生再度返回 听闻刚才约翰自诩上帝之后 怀疑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正当医生继续诊断时 约翰却表示自己明天就要出发 还得继续收拾行李 中断了这场对话 在场的所有人 认为约翰所说的内容 几乎都能自圆其说 医生却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 约翰一定有童年父亲的缺席 导致了这种意想症 回来的约翰又继续讲述自己与历史名人的经过 故事引人入胜 众人几乎都相信了这一切 老夫人在不断的疑问 与不断的确信中 他的信仰崩塌了 直到灯被打开 这场电影才被医生结束 医生威胁约翰 如果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场恶作剧的话 就立刻叫人把他带到精神病院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约翰挥手表示刚才的一切只是一个故事 是自己科幻小说的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当真 但入戏太深的众人听他到这番话 止不住地感到怒火中烧 责怪约翰这样来骗他们 约翰说是众人来到他家给了他灵感 于是借颇下驴 才编出了刚才的故事逗大家玩 众人对着约翰数落了一番 便不欢而散了 可了解约翰的山迪 断然不相信他会如此戏耍朋友 要求约翰说出自己的真名 在回忆之下 约翰说出了自己一连串用过的名字 以及60年前在哈佛的教师生涯 听到这里的医生大为吃惊 因为自己而是离去的父亲 就是其中一个名字 在细节不断地追问下 约翰承认自己就是他的父亲 当年是他留下他们母子俩的 这一炸裂的消息 使得医生不得不相信 但由于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经不住这样的冲击 医生便心脏病发作静止地倒了下去 约翰叫来救护车送走了自己的孩子 电影结尾 约翰驾车就要驶离之时 还是停了下来 山底也知晓了约翰的意思 毅然决然地上了他的车 下一个轮回即将又重新开始